凌晨的0点16分 红柱哥正在给大家做一个全黄两天的中韩对抗赛的直播游戏 也说来自于一批韩国电创RNP是导师小孩郑祖军 以下打得也很被动啊 小孩刚才是反超的地方一份啊 刚开局的时候他是以3比0啊 横扫对方 结果被人家连锥了三马又8比10追平了 所以说对于对手啊 双方都不敢掉以轻铁 稍微一不慎可能就是两 你看中间还是没有放弃 选择的是玛丽 布鲁玛丽 抢几个 这个比赛可能是抢5的吧 要么抢10要么抢5啊 我我现在也不确定啊 为老王家之事 如果打完小孩这个必赢了 那就是抢5啊 赢了之后他再不打的话 那就是抢5 比如说过了5还打呢 就是抢5的 好已经觉得可以在事了 现在小孩因为对方的中间 这个非常豪狠的预警 给你杀 但是玛丽的血量太少了 这时候只需要一个清拳 你看 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今天晚上八点钟 晚上八点 三对三中含 两天的主比赛 还没有关注过主播的小伙伴 今天就能关注过 OK那这边的话 小孩的King Dance 没有上 而且的King 他现在把玛丽啊 灌上了 K Dance 中拳 可能是也是 他也是受了这个 阿康玛的一个起 就是练练练练练那个King K这个 远深这个战重手 我判定发生又快啊 而且判定距离又远 很容易打缺乏 发生再次出来 叫我找一个赞 VV拿下了小孩的King 对手开来近身了 小孩赶紧跑啊 因为开了近身对方 这个霸体判定会让他很难受 水飞一次 垂直剑掠夺一次 现在小孩拿下对方的中间 大家可以点开纸边下方的固带 里面的商品都会 我自己啊 亲自用过的 非常靠谱的 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现在对局是变成了 剑圣的靠题精 对小孩的玛丽库拉 二打一 大家觉得谁能 你觉得剑圣能 要刷个六 觉得小孩能 刷个九 对手还是要把这个金身 留给小孩的库拉 一个荒腰 破着小孩一个小跳 欢迎下出去 对手开了金身了 现在小孩没有金身资源 好 AB过去抓了一个针头 那现在 对手还是金身态 利用自己的金身 开始压制 小孩想压的地方 一个逆向下断 好 下中前地空 AB 森龙打雀反 那现在 对手把伞叫出来 剑圈提 4 现在 剑圣的血量已经剑红 生龙雀反 给小孩点个蛋 兄弟们 ened 剑圣